魅族20就要发布了 今天魅族官方放出了第19章预热海报 夜空下的雪山明亮清晰 近处的湖面也是层次分明 那上面这两条光环应该就在展示变焦能力 会搭载5000万像素1.56分之1英寸的大底主射 全新一代的SMA光学防抖 通过加热G金属让镜头模组达到防抖的效果 Dark Vision 2.0极致夜景增强全像素对焦 可以看出来魅族20在拍照上 也就是对焦防抖夜景 这些感知明显的点上都有很大的提升了 图片下面的小字无界 在这次预热海报里反复出现了 魅族的灵魂Flammy一直更新到现在 在人机交互和审美上的创新也是有目共睹的 包括MS2上的小圆点呼吸灯 魅兰Note2上的交互手势I'm back 这次的无界超前站发布会 可能让Flammy突破手机这一形态 成为智能座舱的延伸 像汽车钥匙远真启动 近距离开锁 车机互联等等 更多想象不到的有趣好玩的功能 而且一起推出的一元超前定活动 36个月也就是三年内 非常为的屏幕功能复杂 直接免费换 除此之外 还有三年超长质保 赠送线模套装 800元的游戏礼包等七大权益 一块钱就能享受这么多服务 反正我已经冲了 那到底什么时候发布 魅族科技助理副总裁说 过几天会有一个很重要的 实际公布 同时公布发布时间 说明新机很快就可以和我们见面了 还说到供应链正在全力备货 对新机感谢的同学来 一定要购买一元超前定 这样就有更大的机率 第一时间就强盗